美国夏威夷做全球最活跃的火火山之一 基拉威尔火山 那这几天持续喷发 前天一块熔岩再喷发出来之后啊 更是直接砸中了一名在住家阳台上的男子 导致该名男子腿部骨折 造成近期内的第一起重伤案例 那其实这块熔岩的体积啊并不大 但是力道就好像是一台电冰箱砸下来一样 所以可想而知那个杀伤力有多大 而在持续喷发的这个基拉威尔火山 更严重打乱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步调 如果不是看到赤红色的熔岩 光用耳朵听 可能会不以为那是海浪在拍打岸边的声音 从远处望去 除了滚滚浓烟不断冒出 美国夏威夷怕货压这几天的夜空 都被染成了令人窒息的鲜红色 滚滚熔江来到早上依旧沸腾 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 从直升机上眺望 喷发出来的熔江更像是粗闸的猛兽 吞噬了四周的森林 只留下一片焦黑的印记 熔江越过了马路 挡住了去路后直奔向海洋 炙热的熔江遇上了冰冷的海水 会产生一种腐蚀性的有害气体 更可能会引发另一场的灾难 因此到场巡视的警卫和摄影师 他们都必须戴上口罩才能够接近 而住在附近的民众也都因为安全考量 从两个星期前就陆续被疏散了 不过对于被迫疏散的民众 已经从一开始的百般不情愿离开家园 到过去两个星期之后 依旧有家归不得而感到厌倦 精神上的压力也在慢慢地击垮他们 基拉维尔火山这次的喷发 不只让荣江大肆侵入人类的领土 更已经摧毁了至少40栋的建筑物 有超过2000人被迫撤离家园 至于被疏散的民众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 就只能够看这座火山 到底什么时候会消消火气了